歡迎來到膠攝現場 hasdickphoto.hk 通關 我要去旅行 記住逐你的護照 搞定了 回憶帳就搞定了 因為有很多人都突然說 跟朋友買機票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最後一次已經是2013年的更新 很強迫 想去換證和換護照 今年已經是2023年了 是嗎 還要你上網排名護照 都要大概半個小時排隊 是嗎 在網上排隊 哎呀 真是辛苦了 我去自作機按 都挺快的 是呀 還要提醒大家 不是每一本護照都可以出境 所以記住找回合的護照才出境 原來如此 不好 你看看今天有甚麼問題 關於去旅行的 是呀 有兩位朋友都不約而同 都是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首先第一位 就是粗於憂 就是說 接下來月尾已經去日本了 就打算拿一部Full Frame機 但是發覺拍片不行 甚麼機都不行 拍片機就立刻一點 相對來說 其實是物理屏障 就是Full Frame本身是景深比較淺 還有對於機身裏來說 除非你買到S3頂級機 即是賬數少一些 專系拍片的機 如果不是都會沒有APS-C 又那麼便宜又那麼快 所以它就有兩個想法 要不就是iPhone 12 Pro 其實是不是都要大了 對呀 你也要大了 另外呢 還會想想一想一部 XT30加上 一支Standard Kit 15-45 另外還有一個朋友 又是說去旅行 就是Percy Chan 就是說 想一機兩鏡搞定它 一Wire Zoom 輕便為主 有甚麼推介呢 很短時間 就立刻和你做了一些價錢的比較 首先我們是否選擇APS機呢 APS機的話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都有做的 我先講一講Canon 我一打開網站 剛才能買到APS-C機的話 其實既然你都放去了Full Frame 那買APS-C機 當然是不買旗艦級的 沒錯 那旗艦級Canon有甚麼選擇呢 旗艦級的Canon就是Canon的R7 跟回G18150 我一看完的價錢我是有點呆的 買到一些Sony Full Frame 是的 它普遍的平均售價 都去到一萬二千七 那如果你真的去到一些官方的行貨價錢 其實真的要過萬五元 那所以呢 我又衰仔了 就叫大家買一些 另外的旗艦級選擇 就是M6.2 哈哈哈哈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的 還有就算你現在買回它的全新的EOS M的舊鏡頭 都不貴 起碼M是有Y-Zoom的 ABS 但是這個新的R-mount是沒有的 是沒有Y-Zoom 對啦 所以如果你買R-mount的話 那真的可能要找我來幫忙的 是的 買這個RX-Lab的12mm二光圈 或者這個魚眼的10mm 5.6 頂鏡頭很小的 是的 市面上普遍的APS-C的Mounts都齊了 是的 所以我們待會講不同的品牌 都是它們的 都可以找到它們的 因為其實當你 他剛才說拍VLOG 其實拍VLOG是不是真的那麼需要一支 Y-Zoom的Auto-Focus呢 不是每一支都做得到的 是的 這支就是Menu方便 令它零點 不是那麼長時間伸直 因為你收少光圈 其實你少要動 都會焦點自己的樣子 因為它本身 一來你可以開很大的光圈 二來你收少少光圈 已經是超焦距的 所以其實你根本上 都不用介意 東西對它焦點好不好 那就更加輕鬆 不用想這個對焦問題 因為就算你很聰明的鏡頭 其實它都會焦點 它會迷焦之後 它會對到它第二處 其實你都是會斷 反而你拍了Menu 或者用一支Menu的鏡頭 就更輕鬆 除了這支Y-Zoom之外 還有一支特別一點的 這支魚眼鏡 5.6光圈 不能轉光圈的 但是餅鏡那麼細 是的 拿著Snap的時候 全部都有特別效果的魚眼 所以在Canon裡面 就是R7和M6 Mark II 我就選了M6 Mark II 另外再看看富士 因為剛才提到的X-T32 真的不是搜尋 我搜尋了它的價錢 連同G-Standard Zone 價錢是瘋了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又是因為通關 是的 普遍全球裡面 富士的宣傳是特別好的 還要去到內地的話 簡直是神級的宣傳 所以大陸就不夠貨 就來香港找 是的 搶到貴了 大陸的社交媒體 有很多內容 是的 在高半做得不錯 高半做得不錯 還有很多小技量 都說得很好 我在Youtube看他們同等的影片 都看到原來 一看Style 都知道是哪裏 然後發覺 真的拍得不錯 拍得不錯 令到新機又貴了 二手價都可以直線上升 對 即是12000多X-T32 再到1855鏡頭 真的跨了一點 那位置馬上覺得Canon不貴 是的 再搜尋一下 即是剛才說的旗艦級 X-T5 我一看原來只是嚇到 這個真的 又買到Sandy 高了一個level 這個價錢可以買R8 是的 是的 X-T5的價格是159.80元 很多地方都拿來買 因為是沒有貨 所以根本上是沒有便宜的 Price.com 你是看最高的價錢來計 是的 甚至乎二手都賣到上下的價錢 水貨價錢 是的 所以如果喜歡懷舊復古的 你可以選擇Label ZFC也好 因為之前我們說過二手價插水 可以5000元留下 放心吧 通過關之後的東西是貴的 怎麼貴呢 現在普遍裡面來說 都不算太誇張 講一部全新的ZFC 淨機新的行貨價 其實都是6400元左右 都很合理 是否因為上面的廣告還沒發工 因為它推出了一段時間 而它的追求量是沒有富士那麼瘋 因為富士那個 型號是海亮 還有對於上面的要求 裡面來說 它將它的尾顏 其實是那個film filter film filter 很壞 film curve 對 就營造到一個非常崇高的品牌價值 是啊 outlook又漂亮 畫面直出又漂亮 對 所以在內地就搶得很厲害 那 退而求其次 你又想找回相同的價值 又有不同的film curve的話 其實ZFC是可以的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富士的film curve 你可以花一點時間上網找 然後就放在ZFC上 是很像的 對 我也覺得是挺像 有聽過 糟糕我真是 對 那到最後 就去到Sony 那其實呢 我覺得 不是很假的 就是因為你現在 2023年 才買一部Sony A6600的旗艦機 我就略嫌 好像都出了一段時間 而它的價錢呢 其實旗艦機來講 都算挺合理的 如果你不介意它的舊的話 因為其實A6600的話 都是8600左右 那當然是香港行貨 那如果你嫌它舊的話 其實它另外有一部專拍Forg的機器 就叫做ZV-20 但Colin有些見解 有一點問題 因為ZV-20沒有WayFinder 你知道的 價錢便宜一點的話 在Sony裡面來說 便宜一點 就一定是測少少的 嗯 少少做什麼 有些畫面的效果 有些效果 或者噪音不夠 或者對焦速度 又慢一點 這部Forgi自拍的樣子 是容易做到的 可能它計算過 由近至遠 會對焦得好一點 不會再走到很遠的迷焦 所以其實自拍這部機 是絕對合格的 是 還有不要迷信它的咪 是的 它的咪 因為它電腦計算 我也是跟同事 試過 聽聲的專家 都說它的數碼計算 真的沒有iPhone那麼好 是的 所以反過來 其實東西都是物理的 其實你會看到有支 機身上是有個孔孔 就是那支咪 是的 如果那支咪是向著自己的 那效果就好一點 是的 這個 CFC 直接三機好價 大家好 又是我家涉人工智能分析師小宇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 一支很正的相機鏡頭 雅創研究所的 Eutrola 14毫米1 2.8 這款鏡頭不只是外觀靚仔 正能都很出色 可以拍出好靚的相片 首先 我們一齊來看看這一款鏡頭的規格 它由9組13片鏡片組成 其中有6片用了日本荷野的材料 加上有兩片非頭面鏡片 保證中心和邊緣的畫質都很出色 不只這樣 這款鏡頭還有一個獨特的特點 F2.8的光圈 這個意味著你可以在較暗的環境下 拍出更明亮的相片 不用擔心會模糊或者暗淡 對於拍視頻的你 原廠的廣角鏡一般價格不非 這支鏡配合機身防震 可以說是你的神兵力氣 重點是價格親民 只需要2800元港幣 看完這條片還可以減300元 埋單2500元 你都米說不抵呀 總括而言 F64毫米F2.8是一款絕對值得擁有的鏡頭 不論你想影風景 建築還是人像 它都可以令你的作品更加出色 快點去交涉官網買啦 記住在結帳當時入賣 Discount Code ThanksEmily 就可以減300元啦 千萬不要錯過這款那麼靜的鏡頭啦 還有五年原廠補用 那麼價錢在哪裏找呀 當然是Pasticphoto.hk啦 等等先 現在星際天場和Digital Trade 都摸到又試到了喔 還快點下去看看